四年級的三角形的認識 爸爸都忘光了啦 把它連在一起可以變成什麼四邊形 我們把它叫做透視圖 他先猜測完以後 然後就自己做完以後再觀察 哈囉大家好我是Andre Jisco接下來預備了非常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大家可以follow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我們不定時會有優惠的資訊 還有抽獎活動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支新上架的影片喔 請記得我們以前有做過像這樣子的三角形 有好像有做成一個皇冠是不是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主要是針對幼兒而世紀的 所以呢我們就只有做一些創意的圖形 那今天我們要把它延伸到四年級的三角形的認識 用三根相同的顏色做一個三角形 其實在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介紹這個三角形 它的三個邊都一樣長 三個角一樣大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正三角形 哦 那你覺得這三個角一樣大可以怎麼驗證呢 比比看嗎 哦很好哦 比較小但是角是一樣大的 對然後要用這個角再去比這裡 要同一個角去比這裡 然後再同一個角 然後再用同一個角 哦 那其實可不可以拿兩角器來量 當然可以嘛 用兩角器 如果小朋友他這樣子比就比較清楚啦 好那這個是正三角形嘛 我們現在用三根兩個顏色來做一個三角形 好那像這樣的三角形呢 因為它兩個邊一樣長 一個邊不一樣長 對 所以這個我們會把它叫做 等腰嗎 對 等腰三角形 我們做這個都尖尖的嘛 嗯 那你可不可以做一個扁扁的等腰三角形 這樣沒有很扁對不對 這樣只是比較矮一點而已 如果你把這兩根換成綠色看看 我們現在把我們做的三角形都拿起來看看 這個是比較尖 是是比較尖 然後這個比較扁 欸這個有一點特色耶 這個角大概是什麼角 直角 哦 直角 直角 那我們可以拿一張紙來對對看 真的是直角對不對 你再用這一個對對看 這一個也是耶 對 那這兩個圖形 因為有一個直角 那另外這兩個角 就是銳角嘛 比直角小是銳角 所以這個 有一個直角 兩個銳角的 這個叫做直角 三角形 嗯 爸爸都忘光了啦 哈哈哈哈 你那個扁扁的那個拿起來看看 扁扁的這個 它這個角是不是 比直角還要大 對 一個頓角 兩個銳角 那像這樣的就叫做 頓角三角形 哦 我們以前在學數學 有些時候 比較是用拼的嘛 那現在可以用做的方式 可以帶小朋友 就是說在課本看到的東西 我可以這樣子做給他看 對 跟他說銳角是什麼 然後頓角是什麼 這樣子 對對 然後其實呢 我們可以直接拿兩根 如果他這樣子直直就叫直角 然後如果比直角小 這個就叫銳角 比直角大 頓角 這個叫頓角 嗯 那像這個的話 對 三個角都比直角還要小 這個就是銳角三角形 對 等於它有兩個名字就對了 有等腰三角形跟銳角三角形 哇你很厲害耶 那其實他叫等腰的時候 是用邊來看 嗯 那用腳來看就叫銳角三角形 像這個的話 用邊看叫什麼 用邊看叫等腰 對 啊用腳來看的 叫直角三角形 對 哦 然後這個呢 用邊來看 用邊來看就是等腰三角形 對 然後用腳來看就是 就是蹲腳三角形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玩一個活動 剛才這個是不是 等腰的直角 那現在我們可不可以再找一個 顏色 也是等腰 然後再配一個 變成等腰直角三角形 你要把這兩個邊先把它放平 放得很直 可以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 我們就找到三個了 那能不能找到一個更大的 或更小的 用藍色 那可以嗎 好像 不行 那紅色 好像也不行耶 對 先兩個橘色 放一個紫色 這樣可以 對 更小的 原有的扣條 因為有六個顏色 所以可見我們可以做出 四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哦 這引導還是這樣慢慢做 從大到小 可以的先做出來 嗯 往大的看看 不行 往小的看看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 探究的過程 我們現在任選三個顏色 來做一個三角形 好 唉唷 我們兩個竟然做一樣 對啊 再做一個 來我們就來觀察這幾個三角形 它這個角 是不是比直角還要大 是 所以它是 頓角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對 很好 然後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 最角三角形 對 就像這樣 要引導小朋友說 唉 如果你隨便選三根 要做頓角 是有一根比較短 對 然後這個呢 可能就是要三根比較接近 是 那現在你就 隨便選三根 然後要做頓角喔 所以你要選一根 比較長 一根比較短 對不對 好來你試試看 那不要跟這個一樣 喔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它 這個角 有比直角還要大 對 我們現在再任選三根 接近的看看 能不能做出銳角 三根再接近 喔 咦 它是直角耶 對不對 它是直角 那你如果 更接近一點的話 你把這一根 橘色換成黃色看看 橘色 喔 有像銳角 對不對 三根的長度 如果接近就像銳角 那其實我們剛才這樣子在做 就是讓孩子呢 從座當中去感受到 他的那個邊長 跟那個形狀的關係 這是一個探究 我們原本以為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 哈哈 不知道說三角形 還有這麼多 現在我們要用 一根橘色 一根綠色 一根黃色 做一個三角形 那我現在要問一下 用這兩個三角形 把它連在一起 可以變成什麼 四邊形 來你試試看 哇 厲害喔 這是什麼形 長方形 對不對 很好 還可以做成什麼形 哇 厲害 那這什麼形 背標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你拿這樣看它是什麼形 嗯 平 這都是平行四邊形嗎 對 那現在再給你兩個 你看看還可以做出什麼形 這樣子嗎 這個叫風箏的真形 還有什麼形呢 沒有了 我將來才進了 哈哈哈哈 哇 很棒哩 沒有 我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這兩個都平行四邊形 然後你剛才就有發現到 扣黃色 這個是扣綠色 扣橘色 因為它有三個顏色嘛 現在我們再做另外一種 銳角三角形 然後也來組四邊形 好 那你先組組看 那我再來做 哦 那是什麼形 弓箭 哈哈哈哈 風箏 對 它叫 針形 所以你把它放著 我們家盒子應該會這樣 啾啾啾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 你再組一個不同的形狀看看 如果是綠色的話 好像也是風箏咧 對不對 也是針形 對 然後但是綠色可以 換個方向 這樣變什麼形的 平行四邊形 厲害厲害 我是用紫色 那請問這是什麼形 這個也是平行四邊形 現在呢 我們想要用綠綠藍 是等腰的直角三角形 好 那你組組看 可以變成什麼形 你是用綠色的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是平行四邊形 然後我用藍色的接起來 它是什麼形 正方形 嘿 哦 因為剛剛是兩個等腰三角形 對 所以才會變成一個正方形 太厲害了 剛才我們做的啊 也是直角三角形 可是因為它兩邊不一樣長 所以做起來就變什麼 長方形 長方形 面積的話應該是什麼 長層寬 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呢 主要是要讓孩子透過直觀 去看到說 這個長方形 可以切成兩個 一樣大的三角形 然後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個平行四邊形 在小學的時候 到了五年級會教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是底層高 然後三角形是底層以高除以2 那為什麼三角形會除以2 讓孩子直接直觀 就說三角形的面積是平行四邊形 面積的一半 我們現在是在孩子很小的時候 讓他先有這個直觀的感覺 先有圖形的概念 對 那其實我們沒有要計算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面積的概念 你覺得有沒有像一個正方體的盒子呢 我們把它叫做正方體的仕圖 那你就加三根 你這樣轉就會不同的角度 我們把它叫做透視圖 現在玩一個遊戲 你把它一扣 一秒變摩天輪 這個是什麼平行時空嗎 現在我們來看這裡 我把這一根跟這一根跟這一根變成紅色 因為這個是正方體的仕圖 它會變成什麼 猜猜看 長方型嗎 長方體 厲害厲害 那現在我們就要考考小朋友就說 如果我要讓它變成透視圖 這邊要加一根什麼 直的要加 綠色 然後再來這邊斜的這邊要加一根什麼 紅色 不對也是綠色 綠色厲害厲害 好然後另外那一根要加什麼色 就是紅色 厲害 這個叫做長方體的透視圖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了 難齁 現在我們要來用三根藍色 三根綠色跟三根橘色 來做一個長方體的仕圖 其實讓孩子看著做 也是一種探究的過程 如果這邊要加一根要加什麼色 橘色 對 然後橫的這邊要加什麼色 綠色 綠色 然後這邊要加藍色 那孩子這樣觀察完以後 再去做 其實就是一個很棒的幾何概念的提升 我們剛剛的那個長方形是 有一面有正方形跟長方形 這個是三個面都是長方形 是 這個就是長方體的透視圖 你可以拿這樣 拿這樣看一下 很好 那你覺得這個幾何概念給小朋友玩 是不是應該還蠻不錯的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想像空間 這樣子齁 包含它後面要換什麼顏色 對啊 它先猜測完以後 然後就自己做完以後再觀察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先 這個就沒辦法 這個就沒辦法變成摩天輪 噢不行 那變成摩天輪 怎麼才可以 正方體 對 哈囉菜寶寶 嗨 玩得開心嗎 覺得很多三角形 看到我的出現呢 就知道我要來公布我們這一集要送出的禮物 我們上一集送什麼你還記得嗎 上一集是送神秘紅包嗎 才不是 我們上一集是送幾盒扣條的拓展學習圖卡 噢 但是因為有抽到的爸爸媽媽有些可能還沒有購買我們的扣條 所以我們這次非常貼心 這一集就是要直接送出這一盒幾盒扣條 哇 記得去留言一下 好 明年會再送 對 就可能就是我了 雖然已經買了 但是再多一組也OK 對 多一組可以做更多三角形 你已經三角形中毒了 對 好 那大家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也可以去我們臉書 觀看我們的抽獎訊息 下次見 掰掰